你要买两根掌停啊 诶 老师 你不是说立志 对吧 你自己是不是在做立志 那370以上 昨天不是给你接牌了吗 对啊 昨天不是直接给你亮了吗 看到没 亮一个礼拜了 你等到我亮 你都说等到我跟你讲说我走了 完蛋了 老师走了 完蛋了 有没有 我在这两天 我在这两天走 欢迎好朋友来到谷海大丈夫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永辰国 巨头固陈建成分析师建成老师好 曾经好 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来到中午的时刻 我相信好朋友们 大家都在关心聚焦的 就是昨天下午台阶线法说会公布了 其实我们昨天在做中式节目的时候 第一时间老师已经看到了 整个法说会的一个状况 然后看到就是那个重点的那一行字 重点的那一行字呢 我们邀约大家两个礼拜了 那如果你有跟上 这两个礼拜有跟上的话呢 今天你应该都很开心 好所以呢 待会老师你今天会公开吗 重点哪一行字 就是我们的台积电设备股啊 然后呢 我们邀约了两个礼拜了 今天大盘是跌耶 看到走跌耶 振幅150点耶 但是他依旧还是很稳耶 而且他依旧是怎么样 很稳啊 很厉害啊 依旧就是稳嘛 对啊 对不对 我们就富贵稳中求啊 今天上贵股 中小型股 一直杀一直杀 对不对 是啊 好来 所以呢 什么是富贵稳中求 这就是富贵稳中求啊 题材老师 先帮你领先掌握 然后产业做选股 然后找寻到这样的好股票 他稳是因为 我们看到 大人来了吗 有没有 外支 投信来台词啊 投信啊 投信 对不对 外支在砍 现在又是 投信跟外支 内外支怎么样 PK啊 PK好 在那边对坐 对 那我们干嘛 我们就是站在那边 站在那边 看他们 看他买消贪 看他们谁赢嘛 对不对 看谁踢赢嘛 对 但最赢的就是我们嘛 对不对 好来 来 这一档 你看哦 今天指数在砍 一开高 很多人都跟着砍 结果怎么样 指数又拉上来了 然后 他又上来了 对 可是今天台面上 很多在平盘下 对不对 砍来砍去的 但是这个设备股 我天天跟你讲 是 讲两个礼拜啦 两个礼拜啦 为什么今天这样砍 他可以这么稳 那我就告诉你啊 因为我们都怎么样 才耶学股 我们都已经是三头斜照了 有够低的低了 对 三头斜照了 所以 因为我三头斜照 所以我买下来 我根本就不怕他杀 是没错 可是如果你不是三头斜照 你跑去买怎么样 右上角 右上角 对不对 有没有 如果你买的是那个右上角的股票的话 之前很夯的题材股的话 那你今天是不是又插了一蛋 因为现在很多那些 之前的热门题材股 最近通通都是 叮叮叮叮往下走 对不对 你要买两根涨停 老师你不是说立志对吧 你自己不是在做立志 那三百七以上 我昨天不是给你接牌了吗 对啊 昨天不是直接给你亮了吗 看到没 亮一个礼拜了 你等到我亮 你都说 等到我给你讲说我走了 哇 完蛋了 老师走了 完蛋了 有没有 我在这两天 我在这两天走 就告诉你立坚大人了 因为外资他们回头来开始大买 我在这两天走 有没有 我在这两天走 大人要 我在这两天走 我在昨天公布 今天下来了 你来得及吗 这就 这叫做什么 这就什么 老师说大人要就给大人 大人来 我节目就来讲 我说你来我丢给你啊 我这样讲 我没有这样做 有啊 我是不是人前能后 台上台下我可以让你印证 都一样 有没有 对 说的都一样 盖牌现行不乱拆 等待开牌 慢半拍 有没有 真的 慢了好几拍了 所以你这两天 如果你发现 你有这种镜头 咕咕咕咕 快打来 是0215 225 42977 对是0215 429 你不要打去 0215 42977 你老公正头 快来哦 好 控你2542977 你现在还来得及 老师赶快帮你来 调一下调一下 告诉你该怎么解决 那金拓课也是啊 老师你开牌啦 4951的金拓课啊 开完牌之后呢 就说了 就说了 今天 杀很凶啊 还要杀到跌停耶 杀很凶啊 开牌之后啊 来 我没害你 你这两天去买的 你不要 你不要把账算到我头上 我早就告诉你了哦 而且新会员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来 这些已经涨上去 我没有让你去追哦 没错 我没有让你追哦 你们都很清楚哦 我说我们的最后买到65 我们就没有再买上去了 没错 有没有 我们都可以看回顾 对不对 就算我没走 今天一个跌停 有差吗 没差啊 赚多赚少 买点决定你的胜率 有没有 但是 但是 but 来听but 你这两天才要来的 你没走的 空离 25429977 这一来问怎么办 025429977 这一差一 这一张我们今天才讲 没有哎 我早就讲了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开牌股票 你不要乱追 不要乱追啦 真的 也不要想要就去赚个三千五千 一块两块 三块五块 偷鸡不着 18米 连米都没有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怎么办 现在打电话进来啦 打电话进来问 老师怎么办 如果假设你真的是等到开了牌 你可能是新朋友 你不知道老师的节奏 那你就直接来问 老师该怎么办 等待开牌 慢半拍啊 是 现在你现在已经慢好几拍了哦 你看力智慢了好几拍呢 1233拍 我不是4月18号就开始下车了吗 陆续陆续 我说我们都是等大人来抬教 大人一来 都给你 有没有 有啊 是 所以我们带你赚外资投信的钱啊 嗯哼 那别人带你怎么样 跟着外资追啊 所以我不是前几天跟你讲吗 嗯 对不对 两个礼拜前喔 两个礼拜前都没在讲立志的人啊 那两个人讲听来了 一个礼拜前都没有 对不对 嗯 这个礼拜两个人讲听来了 这边以前都没讲的人啊 是 来我跟你讲 嗯 这边才来讲的 嘿 这没关关的啦 我就这么实在啊 嗯 是不是 那叫你去追这一支的 怎么办 请老师来帮帮你好不好 来025429977或加LINE 直接小老鼠HIAH888 请陈珊老师帮帮你咯 好 嗯 所以 好 今天这一档 嗯 结完了 底气来自于什么 嗯嗯 山头斜照 买点够低 对不对 山头斜照 没错 那会员 你们刚进来对不对 刚来的 我说我这一个人 我之所以可以让你 操作胜率百分百 就是因为 我们非常重视 资金控管的纪律 有没有 没错 你看金多科上去上去 我没有叫你往上买 嗯 我们都是往下买 对 为什么敢往下买 我带你敢往下买 不是越贪越贫 而是 往下买是 我知道我们的股票都是 成概股都是钻石 所以往下是怎么样 低接 接钻石 有更便宜那当然是更便宜 但是我们也不会让你往下买 买到你的钱有没有 重压某一档买满手 嗯 懂吗 嗯 一档股票 两成 嗯 顶多顶多就到三成 因为我们三档嘛 但是很早到 我很少股票给你到三成 嗯 对 因为常常股票给你做到三成的时候 我都有可能会怎么样 犯错 就是人性 懂 懂吗 懂 你不重压都没事 一重压常常就怎么样 莫非定律 就你就奇怪 一重压就失去理性 对 因为你的心情就会受影响 对 你的你的整个判断都完全钉在那一枝上面 是没错的 所以很多人不懂 这就是心理学 嗯 这心理学 很抱歉这我也知道 为什么 二三十年啊 嗯 对不对 我摔过胶我有比你少吗 累积出来的心法 但是 我这么聪明的人 我都摔这么多胶 然后才学会 那你为什么不怎么样 直接 嗯 继续我的教训 是啊 对不对 那你就直接跟着老师 跟着蜜蜂找花朵 你是不是就轻松愉快 开心赚 而且呢 事业投资两头赚 嗯 好 我跟你讲哦 我们 每个月都 越多 越多会员 续约 升级 或者就升级 清代 我说你有资金不要再搬 搬你就到清代了 没错 很多人都入育升级 因为 嗯 跟我这一年多来 两年来 有没有 历经去年 大空头 从年初跌到年尾 对 有没有 是的 特别在十月九月最惨的那时候 跟我一路 嗯 两步移 心坚定 等风起 看天明 都等到了 没错 对不对 所以这几个月风来了 嗯 外支来了 对不对 连这一年 连刚刚讲的金拓科跟力智 都是十月以来的最高点 可力智跟金拓科 在从一月二月三月 包括到三月矽股 银行倒闭的利空 包括力智公布 这个三月营收 是 烂到爆 嗯 十几个月来的新低 嗯 我都还是带你怎么样 继续 稳稳的操作 是 有没有 没错 所以他们都见证到我的功力嘛 嗯 嗯 对不对 不受外界杂音的干扰 完全不受杂音的影响啊 产业悬果 营收烂到爆 居然带你还可以爆住 还可以低接 然后怎么样 赚到三百六三百七啊 嗯 有没有 没错 那金拓科更不用讲了 是啊 四字头五字头六字头 你看今天多科 今天金拓科 杀到跌停 我们有在怕吗 不会啊 我们不怕啊 你成本重金 问题是你是七十五以块的人 七十五以上的人 你买七十五 甚至你买七十的时候 你本来赚 你放到快没赚的时候 你心情是不是受影响 要卖不卖啊 就很纠结啊 对啊 要卖不卖啊 一卖正好砍在跌停 别人跟你买上去 那你真的会 哦到 你现在懂了没有 这就是你买在 你的进场点 对 为什么我们会员 可以这么轻松 然后很放心的怎么样 手机关机 嗯 然后安心的上班 然后吃完中饭 出来之后 再看看老师的指示 对 因为为什么 价差拉很大啊 你可以很安心 有没有 没错 闭着眼睛怎么卖怎么赚啊 是不是 这才是你在股市要的 你可以买的安心 赚的开心 对不对 那今天是不是很多股票也拉回 嗯 对不对 好 我没有要骗你说我手上股票全部今天都大涨 我们手上股票一定有拉回的 嗯哼 好 但是会员 我现在统一公开统问统答 好 来 我们手上有几支 这两天拉回 嗯 比较凶 但是 亲爱的 我带你们进场的时候都是三头写照 本来的点位就已经是够甜了 嗯哼 够甜了对不对 对 所以够甜的话如果再下去那更好 嗯哼 所以每次看到大跌大家都很紧张 分析师就带他会员到处乱扎滴乱砍股票 对不对 但这个时候就回过头来资金控管 我给你讲啦 过两天你就等着看好了啦 嗯哼 那些分析师都会被我拿出来酸啦 不要讲别的啦 光讲今天的惊托客到七十块啊 谁带你去砍的 有没有 嗯哼 好好好 来 刚才段报好像有 哈哈哈哈 那这一档 嗯 对不对 嗯哼哼哼 之前他也是也是 还有很多喔 还有很多支喔 嗯 因为我现在拿出来讲 你们就知道哪一档 这一档是我的股票 哼 可是 有人带你杀下去对不对 当然 好 我说我们当初带你买 已经是底部的 如果再下去 那根本就不是往下去做停损 嗯哼 因为我看好股票是目标价 嗯 我既然看好这支股票就是目标价 都会比我们买进价位还要高 当然 嗯 所以时间到他就会到 嗯 时间到他就会到 嗯哼 那我也跟你讲 你来跟我操作 你要能够接受慢慢辩付 没有到那个价位 给我报好报了 不要随便给我砍掉 嗯哼 然后呢 资金我有帮你控管好 对 新委员刚进来 你们就是一层 一层一层一层 你就是一层 对不对 没错 好 那你不要看到股价下来 你自己就要急的去加嘛 不要乱加啦 我希望尽量加可以让尽量 漂亮的 如果没有让你买在 没有让你买在低点 至少要让你买在相对低 懂吗 要够铁老师就会 老师我没钱了啊 买爆啦 那因为我资金都把你控管好啊 照理说你买不了十张五张 对不对 两张一张你也买得到啊 可以 对不对 问题是你把钱买爆的时候 我当我当我当你买 你连五百股 两百股 一百股你都没钱买 那你怎么办 动不了 你不要说到一百四那时候你买一百股 来你告诉我一百四买一百股是多少钱 才一万四耶 对不对 那一万四这一波涨到三百 三百四 一万四三百四 你一万四赚多少钱 两万耶 两万耶 你懂意思吗 懂 一万四涨到三百四 你只要买一百股 你只要一万四千块 对不对 对 你买一百股只要一万四千块 对不对 对 我给你零股超好做的 很多分析师 不会 资金不知道 不知道叫你控管资金 然后不知道叫你做零股 所以我告诉你说一成就是一成 懂 买不了一张你就给我买零股 所以你不管是几千万的 几十万的 我都能带你做的原因 都是在这边 因为我是一个 很灵活 我是一个很重视控管资金 然后我知道怎么把我的 这个带会员的做成一个怎么样 一个SOP 是每个人不管资金大小 我都可以照顾得到 没错 真的 这是我跟其他人的差别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 你醒来没 懂 爱普一百四的时候 你买一百 你就算没钱 你有没有一万四 有吧 也可以买到零股 你可以买到一百股吧 一百股只要一万四 涨到三百四的时候 你是一万四赚两万 你的一万四已经变成三万四了 好不好 这就是差别 你现在知道吗 所以你就要知道分析师 对不对 优不优秀猜在哪里了吧 这是老师的用心 就是零股都可以让你大赚嘛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那种三四十万 三四十万小师祖来我也不怕啊 一样 我照样能够让你赚到钱啊 是 好 这样就明白了 如果你想跟着老师操作 025429977 绿色框框扫起来 直接加赖 直接跟上了 老师我们今天来看一点新闻吧 我们好久没看新闻了 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来看一下台积电的法说 其实台积电很多在讲 我现在重点 我们赶快看一下 好 这个台积电第一季 他的营收 他的获利超高出市场预期 对 那最主要是他的这个毛利 毛利本来估了不起到55 他毛利居然出来是56.3 而且第一季又高于去年同期 对 对不对 没错 高于去年同期 那当然最主要贡献还是来自于先进制程 好就是7奈米以下营收占比是51% OK 那5跟7分别31跟20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先进制程的占比是非常高的 对在一半以上 有没有 光5奈米就占了全所有营收的三成了 有没有 对 好那其他 往7奈米之后的是其他一半 对 有没有 好 所以你发现说这一波成熟制程的营运受压 那台积电没有受到很大影响 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冲什么 先进制程 对高阶先进 然后呢 3奈米看到没 还没 3奈米现在接着就要来了 对 我不是跟你讲说那个厂才刚盖好 对 柏油路铺好了 是 对不对 现在开过去哇路好大条 厂很大 整个厂晚上灯都打开了 灯火通明 为什么我知道 我住在他隔壁啊 对不对 接下来就看到他们日夜24小时 不停不停的在家 我就住在他隔壁啦 你们不要不相信 很多分析师说都有在唬烂 对不对 老师你这个周末可不可以有小小不情之请 我们带大家绕一圈 高效运算 是 44% 高效运算占了44 很高比 高效运算就是要对过来先进制程 是 有没有看到 没错 然后呢 智慧手机只有34 然后物联网9 车电7 消费电子2 对不对 其中车电只有车电几针 所以车电这一块 还有很大的成长力 懂 有没有 那为什么我们的布局里面会有车电这一块 的原因就在这边 懂 好 好来 那现在来看第二季的展望 第二季营收它估是152到160亿 会衰退多少 4到9% 我觉得各位数衰退其实都还好 然后第二季的毛利呢 大概估是52到54 有没有 那盈利率估是39.5到41.5 双率都比第一季下滑 好所以我早就跟你讲过 台积电传统的第一季第二季就是单季 第三就第四 对不对 没错 第三第四才是旺季 所以 现在 还要再等第二季的季报出来 那第二季的季报呢 会在6月结束7月中 7月15号以前公布 那以台积电呢 不会等到7月 就是6月 6月就会公布了 有没有 好 所以第二季的台积电还是没看头 上半年都是 而且第二季的台积电 他既然讲说会下 他自己都说下 会比第一季差 对 所以第二季的台积电的获利就是全年最差 我讲一次喔 第二季台积电的获利会是全年最差 是 记起来 第二季台积电的获利会是全年最差 讲三次 要把它记起来 那股价最低在什么时候 当然就是在最差的时候啊 就在第二季啊 股价最差的时候会领先 领先一到三个月 不会再看到营收最差 然后那时候给你看到营收最差 股价才最低 不是 各位你都忘记喔 去年10月25号 去年10月底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股票是 那个 那个营收股价最差的时候 对 对不对 可是营收最差是在那时候吗 不是 第一季耶 今年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才出来耶 试试一下 励志的 励志的 励志的这个 励志的 励志的营收 我想这一季应该很烂啊 而且应该是这两年来最烂的时候 但是220是在什么时候 220的励志在什么时候 去年7月一次 去年10月一次 还不是 还差了三五个月以上 那你现在 你认为台积电在 现在的价格 在第二季的获利会最差 你还认为说 第二季会回到 360吗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懂了 难怪老师刚刚在讲三次 台积电第二季会是最差 营收最差 那如果像老师的话 往前退的话 那股价最差就在第一季了 是这个意思吗 领签三个月 股价最差已经是 现在吗 已经差半年了 差到半年了 去年10月不是最低吗 对啊 那不是半年了吗 对耶 真的耶 六个月的时间 10月 所以啊 你做股票你不超前 你不超前部署 懂了 你怎么样 当时的天狱跟敦泰 跟这个天狱跟敦泰 股价最高的时候 是在怎么样 两年前 两年前的这个三月四月 两年前的三月四月 去东阿西 敦泰瑞鼎 有没有 有 天狱 那个天狱 股价那时候最高 对 有没有 好 可是他那时候他的 获利是最漂亮吗 在第一季吗 不是 第二季 嗯哼 对不对 但股价领先反应了 对啊 股价在第一季就见高了 对 第二季你在看到获利非常漂亮的时候 股价早就下来了 嗯哼 是不是 懂 好 好 了解了 那 是 那台积电什么时候可以买 如果营收第二季会最烂 哼 你要等到第二季的季报公布出来吗 不是 那又再晚了三个月了 对 所以就是你会 那什么时候买 那当然是第二季 有拉回季报还没出来 第二季 这个现在就已经是第二季了 对啊对啊 五月六月嘛 这两个月万一有个大跌 好 这是末班车咯 赶快 就可以买了啊 对不对 嗯哼 但是 如果可以买台积电 那你为什么不买它的 那你要买台积电 还是要跟我买台积电供应链 是啊 对不对 是啊 因为毕竟台积电股本这么大 它要动起来 因为空间有限啊 好 好来 那第二季的展望 我刚刚口头我已经跟你讲了 懂了 我自己自己看一下 好不好 你自己截图自己看 好 那我很重视这一个啦 为什么 你们都看那一些对不对 对 一般分析师都带你看 赚多少钱赚多少 但我都不看那一个 老师看比重 我看什么 我都要看它到底什么 什么比重 高效运算 高效运算啊 那手机还有没有漏 有啊 所以手机的供应链拉回 可不可以买 可以啊 还是有知会的 对不对 懂 从这样的一个秉图就可以看到 好那当然人家问他说 那欧洲啊 产能什么什么啊等等啊 台积电有中国厂耶 他说中国厂还是会扩厂 配合当地客户需求 那台积电冲口厂一定都是什么 成熟制成 对 对 好来 那他说他的南京厂 欧洲厂它建置28奈米 所以都是成熟制成 都不是很先进的 然后把高雄改成先进 高雄28会改成更先进的 对 所以他要把先进留在哪里 跟留台湾 台湾 对 让后面就是 国外跟我们总是有价 有一点落差 懂 现在唯一 在国外会比较有先进的 就是美国厂 美国人不笨嘛 他要把台积电骗过去那边嘛 对不对 请过去啦 那他要把台积电骗过去 那基本上台积电他 又不希望怎么样 万一我的先进制成 被你学去了 最后你又把我一脚怎么样 踹开来 所以台积电又要求 你要我过去你要补贴给我 对 那现在我补贴给你 他又要求很多很多的回馈 对不对 所以我跟妳讲 美国人不是笨蛋 那台积电里面的高层是笨蛋吗 当然不是 也不是笨蛋啊 对啊 那现在就先变先嘛 对 斗志啦 现在唯一 唯一的是怕台积电变成怎么样 政治牺牲品 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没办法了 政治牺牲品 那就没办法了 但是重点喔 是不是牺牲品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我都不纠结台积电 懂吗 因为不管技术是 最后台积电变成台湾人的 还是美国人的 曾经台积电的最大股东是菲利普 我跟你讲我根本不管台积电是谁的啦 或者最后这个技术被美国拿走了都没关系啦 但他还是继续在升线 我跟你讲为什么没关系 我们从操作股票的情况来看的话 我只要我可以吃到台积电周围的肉就可以了 对不对 台积电是谁家的不干我的事 我们先这样 我先从利益的角度来看 台积电是美国人的 OK我都随便你 重点是怎么样 我吃得到你台积电的单 所以台积电周围的供应链 我还是断起来 所以台积电是谁的谁的跟我来讲 不重要 这样你懂吗 懂 所以你们手上有台积电的 后面要涨要跌 我们没有台积电啦 但是你都要做台积电 那怎么办 那你来找我啊 好不好 OK好 风险不要放 鸡蛋不要放同一个篮子里面 分散风险 好 好来 这些你可以截图自己看 这个你再来看一下 我觉得它这个5nm这边 有超微灰达伺服器的 这个CPU GPU的制程升级 所以明年会继续成长 所以台积电就是因为抱着这个 超微灰达大厂的这个大腿 所以它就一直可以维持这个竞争力 那这些大厂基本上也要跟台积电持续合作下去 没错 因为其他人也没有办法满足它超级晶片 对不对 然后另外呢 在3nm的部分有什么样 苹果 苹果要升级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3nm厂最主要的订单 还是来自于有没有 苹果这边 来 英特尔本来有啦 可英特尔又怎么样 反反复复 对 这就是 反反复复就做不了大师 所以你对英特尔有不要太大的期望 所以你也不要去买英特尔的股票 懂吗 很明白 好来 这个是有关于台积电法说会 老师帮大家做了一个整理 然后帮你做了一个分析 那如果相关的资料你想了解 你也可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请教 来 加入LINE来取索取了 今天的很多小型股上柜股拉回 对 好不好 非常好 老师又要开心了 我看我超开心的 老师又要开心了 对 万要捡串十 你们很奇怪 股票好涨的时候拼命追 股票跌你都拼命不想要 一个跟着一个人都怎么样 好像那个失速列车有没有 我每次看到这个股票在这样煞的时候 我都心里都在偷笑 这好像怎么样 失速列车 有没有 很恐慌 要逃出这台车子 有没有 原本这台车子 是要载着幸福的你 好好的北上 幸福列车 对啊幸福列车 你就把它当做失速列车 所以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你们用这种心态 在操作股票 你会赚到钱呢 对不对 我们富贵稳中求啊 是 有没有 有 我昨天喔 计程车上我听到这首歌 超强 一趟计程车的时间 大概顶多十几分钟 老师就写出一首歌词 我说老师您真是被投顾 耽误的写词人 作词人 太强了 真的十几分钟 这首歌我花几三分钟唱给你听 来喔 这首歌 我想做一支鼓给你 填满你溃顺的空虚 人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 我想摘两支鼓给你 放在成盖鼓操作里 于是黑夜里 你可以整夜透霄如何的欢喜 凡边表姑将千套万窥 找一支鼓代替 却发现窥是最深的痕迹 不买你就乱乱乱头绪 买了又想想想自己 讨神就不必问 是合不合逻辑 不买你就乱乱乱头绪 买了又想想想着自己 送一个鼓给你 在今生今世里 唱先鼓励 你觉得老师多强啊 找一个股代替 是 找一支好股票 为什么 我们的会员跟我们的金拓科 报好报老 一支股票五六十%的 就这样赚起来了 有没有 历史不为这个第一季 财报烂到报 我们还是依然可以让你 有没有 两不宜心坚定的赚起来 230一路报到370 破断单带你获利下车 真的是完美操作 这两天很多股票往下杀 对不对 我常讲一句话 导播包把那张图贴出来 对不对 阻力右上拉 对不对 散户又下杀 是不是 所以啊 那今天你往下杀的那一些 钻石股 我等着怎么样 完腰剪钻石 一个一个给你接起来 是的 我一个一个给你接起来 就像去年十月一样啊 对 一堆人在砍股票 恐慌害怕砍啊 现在又一大堆空方言论就出来 对不对 季报利空干嘛 季报利空你现在才知道吗 季报利空在三月底 集团作帐 赚资本 卷之笔嘎完 我就告诉你图名花开 第二季要做别的股票了 没错 我们告诉你 然后呢 我也是跟你讲说 季报的利空这边会有震荡 现在是不是在震荡了 是 震荡节奏你要抓对啊 震荡的节奏当中呢 往下你要来接啊 往上的时候是来做出托啊 对不对 那这段季报之前的震荡就给它震了 有没有 五月中以前季报一个公布 就是为一支震 那五月中之后不是又要来干嘛 第二季的季报了 然后集团的作帐股又要再来一次了吗 所以第二季现在四月 第一个月还没完耶 我已经开始要带你预备再去做怎么样 五月中以后 对不对 五月的花 你现在做完这个金拓科立志了 我准备要带你做怎么样 五月 对不对 牡丹花康乃兴一个一个要开出来了 真的 有没有 台股五月天 真的是好股就在眼前 老师要带你开始去布局了 你千万不要再落对了 对不对 你不用跟我牡丹花下始做鬼也风流 你跟我怎么样 我们要享受五月天啦 牡丹花花开怎么样 一档一档怎么样 花开富贵嘛 对不对 是啊 我们要享受花开富贵的幸福 那个花季时节掌握 对节奏掌握对 资金控管好 你就跟着老师 我们掺盖股一档接着一档赚啦 好那台积电消费股 昨天我在中市讲这一个 对 你好好去想一想 嗯 你会没有办法赚到钱 看那么多节目 跟很多分析师 重压个股 赚这一支 这一支重压赚到 那一支重压又亏回去 又停损 我相信今天一定一对人在停损的啦 奇怪 不是讲好产业为什么要停损呢 看好产业成长为什么要停损呢 好股报不久 给你买到立志 金托科也没用 报不住 之前的爱普也是啊 好可惜 我们今天手上还有一档 也是齁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等一下来讲那一档 然后呢 带着你跟法人在后面 帮人家抬价 有没有 立志就是啦 2000 2000张就去买啊 对不对 爱普300以上 你拼命追啊 有没有 明明看好的股票 又跟着人家怎么样 杀低停损 是不是 不是说产业选股吗 既然产业选股 为什么要 要去停损 对不对 你买了为什么又要带我去砍呢 你想要我现在砍掉之后 就更低再帮你再接回来吗 那最好你接回来啦 300块的M31砍下去 被砍下去270 250 那你300卖掉270你有接回来吗 270卖掉250你有接回来吗 没有啊 不要骗人了好不好 再来 嗯 节目上讲的你都没有 套牢的你都有 好心酸喔 然后晦气给你很多很多啊 股票动也不动嘛 来 我跟你讲 那是有这种镜头快来啦 我为什么告诉你不要做短线 我为什么告诉你说 你可以接受慢慢变幅你再来 是因为 你来入会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会遇到 像这两天这种 从16000杀到15000 对 5500的 甚至杀到15000 会 可是呢 如果你很在意 就这一个礼拜股价的回党 两个礼拜的回党 然后呢 就像去年的M31 300到270 250 然后你没有看到这档M31 后来会到600 那这种你就不适合跟我操作 为什么 我看的是这家公司的潜力 未来性争性 可是你相信我的 你愿意相信我的判断的 最后 你才有办法享受到金拓科 从四五十块到 昨年七十八块的幸福嘛 对不对 历史也是这样 去年不是到七八耶 去年跟着我报的到九十耶 对不对 所以 现在只剩一分钟 我很快 导播这一段要帮我消音 一定要帮我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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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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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的 成熟制程设备 记忆体 高速传输 伺服器 还有我刚消音的那一档 OK 还有我刚消音的那一档 好不好 好 全力打有没有 当然有啊 你要不要跟我要 我们的这个母亲节 对不对 母亲节特费专案 来赶快把握住喔 先来先赢 提早赶快掀卡位 母亲节花费让老师帮你通通传合后赚起来 母亲节的超值优惠专案 那这样您直接来跟上 母亲节是第二礼拜 对 对不对 5月13、14 周末的时间 刚刚有人跟我说 谢谢老师的经托课 母亲节红包 已经准备好了 对喔 那我刚刚讲说 那个台积电设备 已经赚半包给你了 对不对 那是大餐钱 大餐钱 OK 那我刚消音的 还有我们后面 我说车店的 对不对 今天正好又往下杀了 机会来了 那价格又甜了嘛 对不对 赶快来喔 你要赶快来 你不要等到杀完 主力又回来扛了 像经托科两根 来了你才要来 好不好 趁着今天 整个指数 很多股票回答 你来跟我怎么样 弯腰减钻石 HIH888 或扫下方抓扣 并且订阅 谷海大丈夫 YouTube影音频道 订阅按赞 打开小铃铛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